還要看到的是社會消息 花蓮分局的員警 日前是執勤時 發現了一輪貨車 駕駛跟乘客都沒系上安全帶 正準備上前欄查 就發現男子是隨後跳車逃逸 詳細情況帶您一塊瞭解 巡邏員警藍亭小貨車 原來在前一個路口 警方就發現 駕駛跟乘客都沒有系安全帶 不料副駕駛座上 穿著橘色上衣的男子 趁機跳車 在街上狂奔逃逸 員警發現之後 立刻掉頭騎車追捕 男子串進巷子裡 還翻牆進公園 最後繞了一大圈 還是被警方壓制逮捕 趴上 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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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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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該車乘客突然狂奔逃逸 警方懸疾通報攔截尾捕 並成功將其壓制 警察該名乘客為 玉渠居留之外籍移工 8月3號下午4點多 花蓮分局巡邏員警 在德安一街與德安六街口 發現一輛貨車駕駛乘客 都沒有系安全帶 警方攔查坐在副駕駛座的 越南籍與其拘留的 外籍移工新區 立刻跳車拔腿就跑 員警立刻呼叫警网攔截 成功將這名外籍移工 壓制逮捕 至於貨車駕駛是一名 台灣籍的男子 跟外籍移工是在 同一個工地工作 完成筆錄之後 被警方請回 員警隨意將這名 非法外籍移工 借送到花蓮市 專程對偵辦 尤其是政策 架策 架策 作詞 程